韜韜啊韜韜 我最近有件煩心事想你幫幫我 我們家要裝修 不知如何選擇裝修公司 我只有兩個要求 只要不要爛尾 不要當我水魚就可以了 你幫幫我選吧 為何會這樣 韜韜你都選不出 要找一間合心的裝修公司 還需要求神文簿 等我們幫幫你吧 市面上其實我們就是有裝修公司 還有有室內設計公司 那它的分別在哪裏呢 如果單位決定了重新去設計 以及涉及到空間的改造等等 我們最好就是找一間室內設計公司 因為很多時候 一間經驗好的室內設計公司 是會做同樣統籌的角色的 包括選料 甚至乎是 到日後 任何一些軟件的配套 都會幫你一手包辦 如果我們一個單位是一些很簡單的工程 又或者是一些出租的物業 其實不妨考慮用裝修公司 因為他們的師傅經驗也會很豐富 但市面那麼多裝修公司 眼花撩亂感 可以怎樣選擇呢 當我們要選擇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三個途徑 在網上也有不少的裝修設計資訊 但當考慮想進一步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不妨就去他們公司那裏大家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的過去所做過的工程 是否適合你的心水 另外一方面 最傳統上 我們就會去一些門市 而在香港 裝修或者設計公司的集中地 就會分佈在紅磡 九龍灣 沙田 或者北角 而最後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可以留意一下身邊的朋友 在過去這幾年裏面有沒有裝修的經驗 去他家坐下 我們不只是看看風格是否適合自己 反而就要跟護主聊一下 在保養方面做得足不足夠 當我們找到一間心儀的裝修公司的時候 我們不妨多點跟他們溝通 可以約時間見面 了解一下和你接合的人 究竟他們是甚麼身份 要了解一下他的團隊裏面 是否包括了工程的人員 對你日後整個工程順利是很重要的 終於來到最緊張的格格階段了 不行的 我做了很多功課的了 很多時候我們去光顧一間裝修公司的時候 我們看報價單 就很著重看了總數的價錢 但我覺得內容都很重要的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報了一道門的價錢 其實門框包了尾 又或者一個裝工又包了尾 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就是我們不要心目中 就一早就已經訂了一個預算 給一個裝修的公司 反而應該就是把所有我們需要的細項 就要裝修公司列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可以選擇性去做一些項目 不妨去多兩至三間的裝修公司 去看他們的不同報價 在裝修的時候 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項目 還有很多不同的選料 傢俬等等 如果我們是用一間有順悅的設計公司 或者裝修公司 我相信他們的設計師 或者相關人員 都可以和我們一起去不同的材料店 去選購一些適合的材料 大家可以先做一次調查 去不同的材料公司去看一次 然後刪除了一些一定不會選的材料 然後剩下一些 就是選不到 不知哪樣好 就可以問一下專業人士的意見 在市面上 我們也可以找到不少斷碼的專料 可能真的會便宜到20%至30% 而也質素是不錯的 所謂斷碼的專料 它只可以提供某個赤數的材料 但是如果配合得好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報價單裡面 其實應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細節 例如施工期 很多時候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其實就想少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管理公司 究竟每一天開工的時間 可以有多少呢 星期六星期日 又可不可以繼續工程呢 這些都應該是跟設計公司去商討 令到那個施工的期比較準確 另外關於一些賠償的條件 例如我們的工程期是三個月的 我們可能容許有兩星期的 所謂走盞的時間 如果過了三個半月 那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加一些條款 就是每一天 我們賠償的租金是多少呢 按日計算 這樣就會達到一個很公平的處理方法 在那個扶款的期數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 我們通常會分三至四期 而第一期 最好就不要多過50% 然後以後的期數 就是按照每一個工程項目 完成的時間 就分期地去支付 到員工的時候 就支付最後一期 有一項我們要留意的 我們會見到一個裝修的佈價單 有一個叫基本清潔服務 可能只是包含了清洗泥頭 和表面的清潔 其實我自己個人建議 最好我們就是會用一些 專業的清潔公司 去做多一次取甲串 和深層清潔才會入伙 才會入伙 我們其實是可以預造 就是一個條款 就是設計和出了效果圖 其實收費是多少錢 而收回這個價錢之後 大家就可以總之合約 在基本的佈價單上面 我們包的材料 包括一些所謂的底料 譬如一些叫英泥 沙 我們可以在免料的選擇 就留自己去做 不要用一些全包的價錢 如果在現場的木工師傅 可以幫忙收拾一收 已經解決到問題就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護主和裝修公司 可以協議 就是護主照入伙 然後補件補回家具 就可以兩串其美了 希望以上的內容 能夠幫到大家 找到一間 合心水的設計公司 或者裝修公司 來吧